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特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煎鸡蛋非常好吃的食谱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鲜嫩丝滑,非常的美味 首先,我们准备三个鸡蛋和三个韭菜 如果家里人多,可以多准备一些鸡蛋 我们先把鸡蛋打到容器中 打好鸡蛋后,接下来我们把韭菜切成细细的韭菜末 韭菜我们尽量要切碎一点 等一会儿韭菜需要加到鸡蛋里面一起搅拌 切好的韭菜末我们先放一盘 我们给鸡蛋加一点调味料 加入半勺的清水 再加入一点玉米淀粉使鸡蛋变得更嫩一些 再撒上一点鸡精提鲜 加入一点香油使煎出来的鸡蛋更香一些 食用盐我们加一点点就可以了,不然会很咸 接下来我们用筷子搅拌把鸡蛋打散 这样鸡蛋和调味料可以很好的混合在一起 这时候我们再把切好的韭菜末倒入鸡蛋中 稍微搅拌一会儿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煎鸡蛋了 锅热后我们加入花生油 用铲子把油刷满整个锅 接下来我们把调好的鸡蛋倒入锅中 煎鸡蛋我们一定要开小火 火太大容易把鸡蛋煎糊了 而且大火煎出来的鸡蛋也不够鲜嫩 鸡蛋下锅后我们不要动它 让它慢慢的煎 煎定型后 我们可以稍微倾斜下锅 确保鸡蛋的每个部位都煎到 开小火煎个三分钟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不但好看 而且也非常的美味 这样一道简单的韭菜煎蛋 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一道家常菜 见谢谢你们的支持